猴子捞月 一只小猴发现井里有个月亮,大喊 月亮掉到井里了 其他猴子慌忙跑过来 大家决定把月亮捞上来 猴子们一个抱一个倒挂着去捞月亮 最下面的小猴刚碰到水面,月亮就碎了 这时,顶上的老猴抬头尖叫道 你们看,月亮还在天上呢 玻璃山上的公主 农夫家草地上的草在一夜间被什么东西吃了个金光 农夫赶忙让儿子们看守草地 大儿子一到草地就爬到草棚顶睡着了 直到半夜,一阵可怕的声音把他惊醒 他吓得头也不回地往家跑去 第二晚,小儿子去看守草地 随着夜里一声巨响 他看见一匹驮着一副骑士盔甲的骏马在吃草 那马非常听话 他把马迁回了家 不久,国王宣布 谁能骑马登上又高又陡光滑如冰的玻璃山 公主就嫁给谁 这时,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向玻璃山奔驰而去 公主从没见过这么勇武的骑士 便给了他三个金苹果 骑士回到山脚 脱下盔甲 拿出了三个金苹果 人们认出了他 正是农夫家的小儿子 人群沸腾了 当晚,王宫里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婚礼